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podcast是由纪明弟兄撰写的 本章记述了雅哈家的灭亡以及耶护的兴起与失败 应验了神借着以利亚对雅哈和耶护所发的预言 本章可以分为两大段落 第一段在第一到二十八节讲到了耶护的兴起 第二段在二十九到三十六节讲到了耶护的失败 第一到第十四节讲到耶护灭绝雅哈粽子和杀进雅哈的亲属 那时的撒玛利亚城防御坚固 如同一个城邦 是安利王朝的权力中心 完全在王室的控制下 耶护此时在耶斯列 虽已消灭了亚兰王和耶西别 但如何取得撒玛利亚 进监王朝一役和余党 仍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耶护深爱人心 仅仅用了两封信 就杀了雅哈留在撒玛利亚的七十种子 这应验了以利亚的预言 雅哈加的男丁没有一个剩下的 耶护热心尽力地完成神 对雅哈加的审判 但接着第十一节说 凡雅哈加在耶斯列所剩的人 和他的大臣 密友 祭司 耶护尽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所杀的人 已经超出雅哈家族范围 他这样做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进监一己 耶护的热心 已经超越了耶和华的命令 杀人流血 后来和西亚先知宣告 神不满他大肆的屠杀 要惩罚他的王朝 耶护不只是杀了雅哈加有关的人 他甚至在路上遇到 要去看望雅哈加的南国犹大王 雅哈谢的兄弟四十二人 也都杀了 第十五到第十七节 说到耶护遇到地亚人 约拿达的事 当耶护遇到约拿达 在确定约拿达会效忠自己后 耶护就要他上车同住撒玛利亚 见证他对耶和华的热心 耶利米书第35章 告诉了我们更多有关约拿达的事情 他创立了利甲一族 利甲是他的父亲 他就以这个名字为这群人命名 他吩咐他的众子孙 你们不可以喝酒 也不可盖房 撒种 栽种葡萄园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 所以到了耶利米年间 那是差不多200年以后了 神吩咐耶利米摆好酒席 让耶利米对约拿达的后代说 来坐在这酒席上请喝 结果约拿达的后代说 我们的祖先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栽种葡萄园 不可以爱这个世界 直到今日我们还守着 神就大大的奖赏这个家族 神对耶利米说 你告诉这个家族 约拿达的后人永远不缺人 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 约拿达吩咐他的子孙 过着与世隔离 保守自己免受试探的纯洁生活 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跟随北国 犯背离神的罪 因为他们对神专心一意 所以神应许他们 永远有敬拜他的后仪 约拿达在听到耶和 要清除雅哈家的行动后 他就与这位新王同往 因为近前的约拿达 可能在敬畏神的百姓中间很有影响力 所以耶和也欢迎他成为消灭巴黎的好帮手 第十九到二十八节 记载着耶和如何用诡计 一举歼灭拜巴黎的众人之事 耶和已掌握撒成大权 又有民间崇敬的约拿达相助 于是下令一切拜巴黎的都来开个大会 为免误杀不是拜巴黎的人 尽庙的都穿上礼服 还叫巴黎的祭司仔细查看 不要让拜耶和华的人混入大会中 最终将在庙中所有拜巴黎的人都杀了 还将巴黎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 毁坏了巴黎柱像 并拆毁了巴黎庙作为厕所 二十八节说 这样耶和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 第二十九到三十六节讲到耶和的失败 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 只是耶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最终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旦的金牛肚 耶和华对耶和说 以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戴亚哈加 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只是耶和不尽心遵守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 耶和在以色列灭了巴黎 却不肯离开金牛肚 因为他还要借着伯特利和旦的金牛肚 去阻拦百姓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 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耶和表面上是为神热心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并不是为了尽心遵守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所以他并不能带来北国以色列的 属灵复兴 神拣选耶护的目的 是为了要审判亚哈加 而不是要复兴以色列 因为神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 还没有到 因此只要神所要办的事办好了 神就允许耶护王朝 成为北国延续最久的王朝 总共89年 在耶护之后传位直到四代 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了两次 只是 只是耶护不离开 拜伯特利和黛的金流度 只是耶护不尽心遵守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虽然耶护做了耶和华 吩咐他做的许多事 却没有全心全意的去顺服神 他是神使用的工具 为他的仆人生流血之冤 并施行公义 但并没有成为他的仆人 他只是表面尊敬神 却同时允许人拜金流度 也因此约旦河东 就被分割出去了 倘若耶护能够连两只金流度都铲除 以色列就完全归向耶和华了 他也就可以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整个以色列就复兴了 甚至国家也不会分裂 弟兄姐妹 这也提醒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内心对神的态度 我们可能非常活跃的在为神工作 但是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标准 要全心全意的顺服他 让我们来学习约拿达的利甲义足 那般不爱世界 对神专心一意 全心遵守神的诫命 好叫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都得着神的称赞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